大家好,欢迎收看鼠哥超能力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。 张艺兴和黄渤是因为极限挑战结缘,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 黄渤一直把张艺兴当成自家孩子看待,都知道张艺兴吃虾的时候不吃虾头。 有一次,黄渤直接夹起张艺兴盘里的虾头就吃,星哥问,哥,你都不嫌弃我吗?黄渤说,自家孩子嫌弃什么? 张艺兴和黄渤的关系有多好。 在极限挑战时,黄渤说,哦,这真的是个好孩子,不,我必须拥抱他,然后把愤怒的张艺兴融入他的怀里。 后来在三亚,张艺兴病倒了,黄渤就像一个担心自己孩子的父母一样,带他去医院。 张艺兴的声音微弱,他说很抱歉,这影响了录音。 黄渤说,当我把你背回去的时候,一切都好了,开车也会从后视镜里看后座的张艺兴,问他在路上感觉如何,他会想呕吐吗? 如果你还想呕吐,跟我说,当他到达医院时,把他抱在床上,脱下鞋子,给他盖上被子。 我不亲近的人,我不会这么做,像照顾自己孩子的父亲一样。 黄渤照顾张艺兴,还有一次在活动中,黄渤是和张艺兴两人一起参加的,而在这个颁奖典礼的活动上,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咖出现在现场。 而作为娱乐圈的后辈,张艺兴选择默默地站在最后,不和其他人争抢出镜镜头,但这个事情却被黄渤注意到了。 本来他是站在最前面的,在配合拍照,但是在注意到身边没有张艺兴身影时,回头看到后边的张艺兴,就走过去直接把他拉到前面,让他站在众人的面前出镜。 可以说出两人关系十分好了,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,但黄渤能在这时想起张艺兴,并把他推到前面,可以说是对张艺兴的十分照顾。 张艺兴要走向风口浪尖时,他被黄渤拉了一把。 张艺兴是一个比较暖心的明星,曾经在一次节目中,和他互动的孩子情况非常不好,而且在才三个月的时候,妈妈就抛下了离开。 张艺兴说起这件工作时,眼泪都流了出来,想帮这个孩子找妈妈,但黄渤却残忍地拒绝了他的要求,网友大约有些不理解,孩子重新回归妈妈的怀抱,是一件完整的工作。 然而黄渤知道张艺兴的想法以后,直接阻止了,黄渤说,要这个妈妈在孩子小的时候,这么残忍地离开,要是现在找到了,那她还是不想要孩子。 那这个男孩岂不是要再受一次打击? 因为周立波在她的节目里面就有类似的事情发生,她就是帮助别人强制认亲过后,然而这个女孩却特别的恨她。 事情是这样的,这个女孩从生下来以后就不要她了,还把她送给别人。 她的亲生父母和她生活在同一个地方,但是从小到大都没看过她一眼。 至今来到节目里,也是因为陪着她的姐姐,却意想不到的,把她拉过来年轻的亲生父母。 这个女孩在节目现场就拒绝了,对此周立波还说人家一点也不知道体谅父母的不义。 虽然有时出于自己的好意,但有时事情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,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更大的伤害。 帮助母亲的孩子,不需要她去寻找特殊的东西。 孩子的母亲真的很想念她,观看节目后自然就找来了。 好吧,如果她不想发现这是浪费精力,感谢黄波一个提醒。 张艺兴没有犯周立波的错,因此网友愤怒地称赞黄波,说张艺兴真的是对的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,更多敬爱资讯,再数个超能力,敬请关注哦。 感谢观看